Hello 大家好 我是温仔 我已经回到学校几天了 所以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学校是怎么做到那种封闭式管理的 我们现在每天就会待在宿舍里也不能出去 所以吃饭的话可以点外卖 但是我们校园卡里还有很多很多的钱 我们决定去把校园卡里的钱给刷掉 所以我们就要去食堂 我们要跨一个山去食堂 因为我旁边这个食堂不太好吃 一会儿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跨过那个山 翻山越岭去食堂买好吃的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学校是怎么做到 就是人员那么多还能控制的比较好 防疫这方面的事情 给大家看 这就是三亚日常的蓝天 真的非常非常的蓝 太阳特别大现在 现在还骑电动车去吃饭 看到一只小鸭子 我看到好陡 还有在拖 一只小鸭子 要颠一下 来看一下食堂的操场 天真的好开 那边就是芒果 上次送我的芒果是大鸣摘的 你排队就餐 这包子长得好可爱呀 是挺可爱的 有包子 然后鱼 糟辣 来做拉面和盖料饭 不知道吃啥 来这儿拿个快递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我们学校的一杯饮料 它是有酸奶和芒果在里面 但是毕业之后应该就喝不到了 这就是当代大学生 他们平时的打算生活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